欢迎来到这里说事 疫情期间 确实咱们这个经济受到了很多打击 尤其是很多人可能连工作都没有了 因此各行各业也算是推出了很多优惠政策 比如说以前我们节目中讲过 国家针对中小微企业 减免了一直到今年年底 他们该交的三项主要保险 这一下子国家社保基金就少收入将近一万亿人民币 而且有很多房东 人家也主动的给这个房客减免租金 考虑到至少封城我们就封了一两个月 你这一两个月是什么都不能干 所以很多房东主动的给房客减免了租金 而且不光是这样 我们知道在现代生活中 很多年轻人是有很多借贷的 你买房需要贷款 买车需要贷款 日常生活又经常使用信用卡 各种各样的网络平台 当经济正常 经济向上走的时候 作为一个年轻人 我可能每年都有工资涨幅 我到手工资会越来越多 所以我自己有一个很良好的规划 我每个月的工资覆盖我这些贷款 绰绰有余 但问题是一旦这个疫情来临了 经济大受影响之后 有人被裁员了 有人被降薪了 有人被停发工资了 那么怎么办 我们这个现金链条就断了 你的工资减少了 你该还的贷款可一分不能少 所以很多人会出现余期 那么今天我们就告诉大家 当你出现余期 不能正常偿还贷款的时候 你是可以跟银行协商的 比如说今天有很多银行 人家就推出优惠政策 你这个房贷 如果由于疫情原因不能还 你跟银行商量商量 人家可以让你晚还几个月 记住是晚还不是少还 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听说哪个商业银行说 你可以少还或者不还住房贷款 另外还有信用卡 大家知道吗 银行针对信用卡 有一个停息挂账的政策 以往这个政策就有 疫情期间 有很多人也想起了这个政策 正在跟银行协商谈判 什么叫停息挂账呢 我们举个例子 比如说某个人 信用卡欠账三四万块钱 由于各种原因 还不上了 不但还不上本金 甚至连最低还款额都还不上 那么麻烦可就大了 一方面他这个账单是会不断累积的 利息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多 另一方面他还不上钱 银行就得给他上黑名单 银行就得找人去催收 甚至未来他的整个信用记录都会被毁掉 那么怎么办 这个时候他就可以跟银行 用停息挂账的政策来协商 他可以跟银行商量 你看我现在真的是生活越多困难了 裁员了 没有现金收入了 我不是不想还 我是想还你这个钱的 但是我现在能力不行 那么怎么办 我申请使用停息挂账政策 什么叫停息挂账呢 就是银行跟你商量一下 到目前为止 你所欠的本金利息一共多少钱 就此打住了 因为你现在已经符合我们停息挂账的政策了 以后我的利息不再增长了 然后把你所有的本金利息算算之后 跟银行商量一下 分几年分多少期偿还 目前最优惠的政策 银行能允许你分五年六十期偿还 大家可以算算 假设你此前的本金利息加一块 可能五万块钱 如果能分六十期 那么你在未来每个月还不到一千块钱 五年就把信用卡签账全解决了 而且这五年是不再征收利息的 这对于个人来讲绝对是个解套的好方法 当然一方面你得跟银行谈 银行不会主动的跟你谈停息挂账的 甚至很多银行政策很苛刻啊 不是你想停息挂账就能停息挂账的 另外一方面 如果你真是谈好了 那么对不起 未来五年你这个信用啊 基本也是个停滞状态 因为你这五年一直欠着银行的钱 你不还啊 你的信用是有污点的 这五年你就不要再想什么 买房买车再用贷款了 当然咱说实话 你都欠银行钱的人 你还哪有钱再去做贷款啊 但是总而言之 停息挂账是个不错的政策 能够解决很多人的问题 如果你真有这个借货问题 可以赶快跟自己的发卡银行 进行协商 今天的视频你满意吗 点击赵旅说实的头像 还有更多精彩内容啊 明镜ように请大部分 您属无虐 看到了还是EVER 给上eff年